好 华航呢 每年都会请来美丽的空姐来当阅历主角 每年这个阅历都是功不应求 畏为风潮 而现在台湾高铁呢 也不甘失落 拍摄了高铁工作人员服务的影像 作为2014年的阅历 其中呢 还有两位是由空姐转行的员工入境当女主角 这件真美丽的风采也不输空姐阅历 李玉芬是高铁列车长 她有六年的资历 之前她担任过长荣空服员三年 168公分的她 今年入选为高铁2014年阅历的女主角之一 会蛮紧张的 但是也觉得蛮好玩的 但为什么李玉芬想转行进入高铁呢 因为列车长她本身需要接受更多专业的训练 比如说紧急逃生那些之类的 那我觉得会比空服员更加的有成就感 另一位领选进入高铁阅历的林婉柔 在高铁也有五年资历 之前是远东航空的空服员 工作上林婉柔偶尔会遇到乘客搭讪 其实遇到像是酒醉啊 紧急医疗协助 或者是闹市旅客其实相对的会比 在航空公司遇到的来的更多 2014年高铁阅历呈现高铁员工工作的自然状态 讲求的是内部的形象 我们的视频看